乐乌第二代 风潮天鹏连系统 组装教程 传动轨道扣减8.5公分 向内有2.5公分 容错空间 组装安装简单 简单到与组装安装两套开合连一样 组装传动轨道 采用市场通用11.5毫米红布尺带 穿过主传动箱后 留出一格皮带 卡上皮带卡扣 套上滑车底座 凹凸面朝上 穿进轨道套进主传动箱 将滑车底座拉至轨道另一头 皮带与轨道切面对齐 皮带另一端在6.5cm处剪断 剪断后将皮带穿过副传动箱 卡皮带卡扣时 同样留出一格皮带 套上滑车底座凹凸面朝上 最后安装滑车架 对准孔位打螺丝固定 传动轨道组装完成拉动滑车 检验顺畅度 组装第二根传动轨道时 皮带从另一侧槽口穿入 与第一根传动轨道皮带穿法 形成一正一反 其他步骤参考第一根传动轨道 组装完成后 检查顺畅度 两条轨道并排拉动滑车 主传动箱六角传动口 呈现一正一反运行 组装导向系统 根据导向系统卷绳器底座的定位孔与出线孔 在电机罩壳对应位置 开好孔位 定位孔居中不得小于5毫米 通过固定槽 穿入卷绳器底座 卡入定位孔 拆卸底座时 用一字螺丝刀轻轻一翘 即可推出 卷绳器底座两边均有出线孔 可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在电机罩壳上对应开孔 开孔后检查锁开孔位 是否与出线孔一致 卷绳器根据出线孔的位置不同 可以对应向左或向右扭入卷绳器 卷绳器卷绳转动的方向 要与电机和传动皮带运行方向一致 将卷绳器穿入底座 根据出线孔 在面料对应位置做好标记 面料标记处打好穿绳孔 穿上导向拉绳 将弹簧扣在拉绳长短补偿系统支架上 用钳子压紧固定 面料这端的拉绳穿过支架上的小孔 将拉绳与弹簧另一端固定并拉紧 牵引杆穿上面料 在穿面料的同时 穿入拉绳长短补偿系统 绳子的另一端穿过出线孔 再穿入卷绳器的穿线孔打结固定 最后将面料另一端穿入电机罩壳的槽口内 即可完成组装 组装完成后直接简单打包运输 无需拼装成品打木架 安装教程 先固定底部右行遮光槽 依次安装左边与右边的传动轨道 可在轨道中间凹槽处打螺丝固定 建议提前开好螺丝孔位 避免打螺丝时 履屑进入皮带槽内 安装牵引杆时 先将划车一前一后错开一定距离 依次将牵引杆槽口对准划车壁穿入拉平 电机罩壳拉平并推入卡到主传动箱固定槽口内 卡入后 起着防头固定作用 将面料推至电机罩壳端收紧状态 拉紧导向拉绳 将拉绳长端补偿系统 拉至开孔处 转动卷绳器 调节初始位置 流出最后一圈 于底座出现孔旗屏 穿入六角磅 将拉绳按方向卷入卷绳器收紧 卷完拉绳后 继续拧紧卷绳器半圈左右 让另一端的弹簧处于紧绷状态 绷紧拉绳 不要松开六角磅 穿入主传动箱内 六角磅另一边套入搏接条 结合电机配套的短六角磅 插入电机头输出孔内 对其主传动箱六角孔推入 即可完成电机安装 最后穿入电机另一边的六角磅 套入搏接条打螺丝固定 即可完成电机安装 最后盖上T型遮光板 T型遮光板可在T型的任意位置打螺丝固定 如果顶装无位置固定遮光板时 可在侧边主传动箱边距的五毫米内打螺丝固定 螺丝螺纹粗细 建议小于两毫米 安装完成所有配件不外录 电机内置变压 无需外接变压器 支持宽电压100到240伏输入 无需再布线排线 整体布局美观整洁 提示下述 套入 山窗 权